张哲生无足道开心的庆祝 宜兰大同乡贸安部落文件站 在各方资源的协助之下 争取两年多 终于在国庆前夕接牌启用 而张哲也终于不用舟车劳顿 到邻近部落蹲进牧林 因为我们这个一部落 二部落都没有长长见面 总有那个文件站的话 我就赶到了 我看这样子那么多 这很高兴 然而争取的过程一搏三折 要在原乡找到符合建筑法规 并设立文件站实属不易 最终也选定贸安卫生所闲置空间 本来是预估在我们活动中心的二楼 估计到我们老人家的健康 比较不适合爬到楼上去 卫生局的局长 我们乡长一起共同来协商一下 这文件站是不是移到我们一楼这边 此外文件站的设立不只满足长者文化照顾需求 更是创造返乡就业机会 我们依然现总共会会有20个文件站来做一个服务 服务的20站的所有的老人家将近快650位左右 那也创造了在地的服务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创造了60位的一个清零的回乡服务的一个机会 3 2 1 林志雷也说 贸安文件站的设立也将大同乡的文化照顾 拼上最后一块拼图 也期许长者能够健康快乐的在地老化 原是新闻卡通宝学家荣宜兰大同参用报道